二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把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保持住 提上去 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 要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降低制住性交易成本 下硬功夫 达到好发展软环境 以减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行业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要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推动飞进击入普遍落实 政府要坚决把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 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审批事项因减减减 确许审批的要简化流程和环节 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 少费工夫 跑审批 今年要对所有社区企业经营许可事项 实行征兆分离改革 使企业更便捷拿到营业执照 并尽快正常运行 坚决克服准入不准赢的现象 在全国推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使全流程审批时间大幅缩减 推行网上审批和服务 加快实现一往同伴 异地可办 使更多事项不见面办理 确实到现场办的要一窗受理 现实半截最多跑一次 却持续开展减证变明改革行动 不能让反锁正名来回折腾企业和群众 建立政府服务好差评制度 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 政府部门做好服务是本分 服务不好是实质